大家好,我是顾影琼博士 俗话说得好,江山带有残人出 我博士毕业都快15年了 也时常感叹世界的奇人异事是层出不穷 今天看见一位还在就读折大的博士 到现在8年了,还没毕业 居然还要靠送外卖兼职赚钱 网络上已经有上千万的浏览量 他本科就是折大,名叫孟伟 2014年他被包送到师从张光新教授 主攻基于机器学习的 城市供水系统的水质预警研究 作为学生负责人 他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 浙江省科研项目 校企合作的横向科研项目等8项课题 还是各种奖项和访问学者的常课 但是没有什么成果 虽然没有什么成果 但是过得也很开心 为什么他要做外卖员呢 原来孩子生病需要用钱 而自己又无法按时毕业赚钱 得上了抑郁症 我看了所有的过程 个人观点 读博士不是逃避社会的办法 不管做什么都要分清主赐 不能过于天真 要懂得妥协和付出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诗人 到复杂的诗人 遥语言 我们早就这次 都没得了 都没得了 我们来